防疫期间大家也不要忘记多吃一点新鲜的蔬果 市府农业局为了加强推广高雄的优质农特产 除了透过电商平台还有各大通路 让消费者用更便利的方式来购买 也鼓励大家团购来振兴农业 结果是受到北部的企业家青睐 主动向农业局订购了一千箱的凤梨 准备要送到慈善机构 也希望帮助若是家庭之外还要举行义卖活动 号称高雄最大的凤梨集货厂 里头工作人员正忙着将刚采收的凤梨进行清洗 清洗完毕之后借由输送袋 将一颗又一颗香甜新鲜的凤梨进行分类筛选 随后工作人员将凤梨装上保护套准备装箱 因为不久前新竹一名企业家才向农业局订购一千箱凤梨 准备送到慈善机构落实家庭以及进行公益一卖 在新竹有一位理性的企业家 他也很关心高雄的凤梨的情况 然后经过我们局长有去做一些洽谈 所以他们也很大手笔 在高雄就订购了一千箱的凤梨 预计在这一千箱的凤梨他会捐作工艺 由嘉义的一个养里长来将它义卖之后的所得 捐给在地的那个所谓的弱势的家庭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高雄农产品外销售错 由于正值凤梨生产季节 农业局推出凤梨团购优惠措施 鼓励企业及个人用行动支持高雄凤梨产业 帮助农友之余也能够享受不少折扣优惠 市政府也提供一些大量团购的这些所谓的优惠 就是所有企业只要是在高雄的农会 或高雄的农产合作社订购高雄在地生产的凤梨 每一箱10公斤我们市政府就提供50元的运费折底 能够让这个大家用比较优惠的价格买到当季的蔬果 那一般的民众也可以上我们的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来做这个选购 然后首选电商平台目前是一箱是550块 500块也可以折底50块的部分 所以这个所谓的在地的这一冠时期盛产的凤梨也是相当的好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上完来做一些选购 来支持农民同事世界 我们也鼓励企业来投身做工艺 除了企业直接向农产合作社及农会采购之外 民众也可以透过高雄首选电商平台进行购买 况是今年3月凤梨已经卖出700多箱 如今这位企业家大手笔购买一千箱凤梨 几乎厂忙着出货之余 也为高雄凤梨农友减轻不少盛产的压力 记者吴炳元王思武高雄报道